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去年XPG推出了Xenia 15寸的电竞笔电 今年又继续推出了Xenia 14 虽然XPG是电竞品牌 不过官网却直接说这台是轻薄生活笔电 所以从外观到规格都没有太强力的电竞感 是我比较喜欢的外观设计 诶,那这样的话 它怎么称得上是有XPG电竞协同的笔电呢? 就从我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和大家分享 首先硬体规格给的很不错 i5 CPU配上16GB的RAM 还有512GB的SSD 以活动价大概都可以到29,900 3万以内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这台的CPU值其实很高哦 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到为什么 而在有关效能以外的硬体 也有几样我觉得很棒的 第一个就是荧幕采用了 我觉得最好的黄金比例 16比10 这样浏览网页或是看PTT 都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内容 或是看16比9的影片的时候 进度条也不会挡到画面 14寸 萤幕占比达到92% 官方标示 边框仅仅只有2mm 而我们实测 从边框到面板的实际显示区域 大约也只有3.5mm 真的是很窄 这其实蛮震撼的 因为我的文书笔电MacBook Pro 也是16比10 而且机身的长宽尺寸 跟Xenia 14刚刚好差不多 其实一来一往 差距都在1公分以内而已 但是Xenia是14寸的超窄边框 而MacBook Pro 它只有13.3寸 所以边框可想而知 当然是比较厚的 Xenia 14的萤幕 采用的是京东方的面板 信号我们就放在画面上 解析度1920x1200 也是目前的主流规格 色彩也是中规中矩的 SRGB 100% 实测色彩与官方标示相同 官网没提到的 很棒的一个优点 就是萤幕可以打开的角度 也超大的 可以达到150度 开合角度比一般常见的笔列 还要再打一些 因此在日常使用上就更加方便 更能适应不同的场景 但目前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萤幕的枢纽 实在是太软了 应该是近期用过最嫩Q的笔列萤幕了 稍微晃到一下机身 萤幕就晃到不行了 而且角度也会明显改变 其次萤幕在低角度的时候 也是没有阻尼的 因此盖上的时候 也要比较小心 不要太大力 这点就跟许多电竞笔列蛮像的 虽然Xenia还是可以做到 单手打开萤幕 但是并没有像大多的 轻薄笔列比较高价位的 会让Hinch的手感做到更细致 萤幕也不会那么晃 而在打字方面 因为这台是工程机 所以键盘大家可以看到是音科的 我觉得超好看的 实际上大家在台湾通路买到的 都会是有注音跟苍结的版本 键帽是没有弧度的 但是回馈力道不错 打字起来整体是舒服的 放声key加F6是键盘的背光 可以单键循环控制键盘背光 除了关闭 拍起状态有两档可以选择 而F7到F11是音量的控制 还有萤幕亮度的控制 而比较魔幻的是F12硬有print screen 我第一次看到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超多笔电都没有这个功能的 但是我实际按了Fn加F12以后 是没有反应的 甚至搭配了其他快速键也没有成功截图 询问后得知 这个print screen 它只是先复制起来到剪贴簿里面 所以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比如你可能还是要先打开一个小画家 然后把截图的画面贴上去再储存 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解决方法 如果是在室内办公室的话 我就是直接用外接的蓝牙键盘 然后直接用蓝牙键盘上面的print screen按钮 来解决萤幕截图的困境 这个是我的解决方法 给大家参考 此外所有的Function Key 都是要搭配Fn才能运作的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可以切换Fn模式的快速键 不过大家也不用找 没关系 后来我有去问威刚 我确定了 他们说这个是没有切换功能的 所以就如果你要用Function Key的话 就一定要按Fn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触控板 真的是超级大 你看画面中用iPhone 11 Pro当参照物 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夸张了 Windows笔电 很少有把触控板做到这么大的 尤其是轻薄笔电 有些轻薄笔电 可能都还只有它的一半不到 规格部分 CPU是Intel i5 1135G7 虽然在官网规格上 你可以看到i7的规格 但目前台湾只有贩售i5的版本 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现在Intel i5跟i7的UltraBook CPU的效能其实差异不大 实际选购位更倾向选择i5 1135G7 相较其他品牌 差不多硬体规格的轻薄长效笔电 价格大概都是3万元以上 甚至很多评价品牌也会到3万5 但是XPG Xenia 3万有找的价格 在规格上真的是很有CP值 机体规格为16GB 诶,那看起来跟同类型笔电差不多 那你就小看它了 大多这类轻薄笔电 都是将机体焊死在主机板上面 没有任何升级空间 或是2万元i5的数寸笔电 又或是一些入门的电竞笔电 它们经常是机体 就是一条就焊死 只提供一条扩充 但是Xenia 14 作为一台重量低于1公斤的笔电 居然完完整整地 提供了两条收笔可以安装 哇,我第一次拆开机身的时候 真的是吓了一跳 第一组安装的是 Adata的普条 DDR4 3200MHz 16GB 所以看来目前就只有跑单通道 但是这也方便 消费者自己再安装一条16GB 总共可以到32GB 甚至可以到最高64GB 它也是可以支援的 我想想我的i9桌机都还没有到64GB 总之这边看到XPG在轻薄笔电的 记忆体上面的安排 甚至超越了一些电竞笔电的扩充性 除此之外 相较很多的轻薄笔电SSD 只有单条的M.2 XPG Xenia提供了两条M.2 同类搭载了这样第11代处理器的笔电 理论上都是可以支援到PCIe Gen4的了 但是你会发现 目前市面上很多笔电的主机板 还有SSD 其实都只有支援到PCIe Gen3而已 虽然也是可以理解 毕竟多出来的速度对大论数来讲 也是感受不出来 而且成本也比较高 还可能会拉低一点续航力 但是XPG真的没在怕 主机板就直接给了一条PCIe Gen4 还有一条PCIe Gen3 很多同类型3万3万5的笔电 真的都还是在用Gen3而已 使用的就是自家正在贩售的 XPG GAMMX S50 Lite 先前我们也有单独开箱过这条SSD 既然S50 Lite不是动辄6000 7000MB的SSD 甚至它的速度大概就跟PCIe Gen3差不多而已 不过S50 Lite的价格 也并没有比PCIe Gen3贵多少 而且笔电还是需要考量到续航力跟速度的平衡 因此我觉得XPG这边用比较平价的S50 Lite 也相当合理 毕竟主机板能够支援PCIe Gen4 代表未来如果你是这个少数的用户 你觉得速度真的不够爽 你一定要上到7000MB 那再来换S70 Blend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总之你会发现在RAM还有SSD 可以看到XPG Xen3 虽然它是一台轻薄笔电 但依旧有一些强于电竞笔电的地方 而且也在微钢的强项发挥到了极致 Io部分以轻薄笔电来说也算是给的很到位 左边有一个防盗锁孔 而USB-C为USB3.2 Gen2 10G 支援DP Automate 实测可以达到4K60 并且支援PD充电 那USB-A为USB3.2 Gen1 5G SD读卡机为标准尺寸的SD卡 这点也相当不错 虽然它并不是UHS-II的速度 但是相较许多轻薄笔电 只给MicroSD甚至是不给 所以我的标准就是轻薄笔电 只要给到UHS-I的SD卡就已经及格了 如果有UHS-II就更加分 旁边还有一个3.5的耳机麦克风接孔 右边则有一个USB-C 支援Thunderbolt 4和USB-4 DP-MOD同样也支援4K60 也支援PD充电 USB-A为USB3.2 Gen1 5G 还有一个标准的HDMI 官方并没有说是输出什么规格 不过目前实测4K60是可以的 最后一个是65W的电源充电孔 实际使用你会发现机身上的Io都是没有标示的 看起来相当简洁 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但这也闹了一个笑话 因为它两边都有USB-C 我已经一时之间不知道哪一个是Thunderbolt 整体来说 Io算是给的中上水准 左右两侧因为都有了USB-C和USB-A 所以使用上对消费者来讲会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还搭载了全尺寸的HDMI 还有SD卡 都能让实际使用的时候方便很多 机身重量也是非常惊人 官方标志970公克 实际测量大概977公克 这真的很厉害 再考量到它有两条RAM 都是搜定可以更换的 还有两条M.2可以安装 印象中近期一公斤以下的笔电 规格应该是没有这么猛的扩充性 不过我觉得圆形充电孔是可以完全舍弃的了 你说两边都已经有USB-C了 都支援PD充电 难道它不香吗? 随附的充电器是全焊的65W 19V 3.42A 电池容量为53W小时 实测充电耗时一个小时50分钟 头30分钟就可以充到47% 头一小时也可以充到70% 拆开机身可以看到主板上还有预留了独显的安装空间 但我觉得目前的Intel 笔电其实内线也蛮强的 不一定要需要独显 采用的是单风扇单热管的导热方案 右边还有一个2.5寸的SSD安装空间 不过实际上是没有预留任何的SATA或是连接的 在BIOS中发现预设模式是Gaming Mode 另外一个模式是Office Mode 两者的功耗效能表现是都有差的 以Thindenbench R23为例 在Gaming Mode的情况下可以达到5875分 那在Office Mode也有3925分 续航力方面 在Office Mode的情况下测试 PC Mark 10 Modern Office可以达到10个小时 而在Gaming Mode测试PC Mark 10 Gaming都有2个小时左右 以轻薄笔电来说 它的电池容量其实不算大 所以续航力无法非常久 但至少有一个基础以上了 所以我会比较推荐给AB定点跑的使用者 家里跟公司各放一颗充电器 续航力绝对可以满足中间通勤的使用时间 而且它重量非常轻不到1公斤 但是依旧具备充足的IO还有Thunderbolt 理论上有Thunderbolt 外接显卡要打比较大的游戏也可以 只是我现在自己也很缺显卡 所以即便有显卡外接合 目前也无用无之地了 整体来说 它的续航力就是比一般2万元的i5 15寸笔电还要再长一些 但是又没有到3万5 或是等级笔电的长效那种程度 算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外观上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电竞风 所以XPG Xenia 机身外观非常有商务笔电的感觉 个人觉得非常赞 A键上面跟15寸的Xenia一样 有三角形的镜面XPG Logo 我认真觉得XPG除了做口香糖 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跟多利多姿合作呢? 这个三角形的镜面 就是各位独一无二的指纹辨识收集区了 虽然它跟A键的雾面形成了明显的识别 但是平常这个镜面要维持干净真的是太难了 因为为刚才开始做笔电 其实我蛮好奇它们目前的保固制度 熊了后得知 目前Xenia是没有全球保的 但是有台湾两年保固 我相信这应该也符合大多台湾购买消费者的使用需求 虽然威刚的笔电没有自己的维修据点 但是可以透过结缘还有展机 两家代理商来做维修 另外相较许多消费级笔电搭载的是Win10的家用进阶版 Xenia 14搭载的是Windows10专业版 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威刚说 他们所定的族群是出差还有经常移动的商务人士 所以采用专业版也跟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做出区隔 同时又能满足家用还有商务的需求 那我这次评测的因为是工程机 所以目前是Windows10的企业版 整体来说威刚第一次做出轻薄笔电 就成功与市场做出差异化 也有放大Adata自身在RAM还有SSD的优势 看得出来开发团队的用心 虽然有些使用体验仍不是很完美 但是以低于传统大品牌不少的价格 威哥也给的算蛮到位的 我觉得其实很有CP值 所以如果你想买很有CP值的轻薄笔电 或是低于一公斤的超轻笔电 又或是你很在乎RAM还有SSD的扩充性 那我觉得XPG Xenia 14 真的是同类笔电中无人能敌的了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